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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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之前是紫罕牙套的 我們全家都是它的愛用者 所以這幾年狀況也都還保持得不錯 但是林醫師說有這個東西 那我基本上我對於健康就是說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既然有那么好的东西我也愿意来试试看 静坐的时候之前大概都超了半个小时 我就会有一点烦躁 或是盘腿的时候会有点酸麻痛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好那我就在静坐的时候也带减亮呼吸器 带了以后我觉得时间可以拉长 拉长到大概50分钟一个小时 之前的那种不舒服或不愉悦的感觉就没有了 那这样连续好几天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可以改善的 应该是不只是这个筋骨的问题 连我静坐的时候 我想盘腿的那种酸麻感都会减少 所以我觉得它是不错的 我是五年多前 我母亲她因为牙周病掉了快一半的牙齿 所以我去咨询了很多的医学中心 还有在媒体或是出书的一些牙医我都去找过 最后去看到林医师的这个书 他出了第二本书就是牙医不让你知道的事 所以看到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说不定就是第三种方案 所以我那时候就打电话到埔里自然牙医咨询 那这中间我会看林医师跟里面的其他的助理这些 他们整个医护团队我觉得都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 然后林医师也很风趣幽默 然后就跟我们去一些大的医学中心的牙医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都还蛮温暖的 让一个老人家八十几岁的老人家感觉都很安心 那所以这样前后做了五次以后呢 母亲也做得很美观 那你把它弄好了她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这种开心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啦 他就提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减量呼吸 大家都恨不得要多用氧气啊 多吸氧气啊 怎么会有人叫人家要减量呼吸 所以这个就是以前的人没有听过的嘛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接触了 我自己带了减量呼吸器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 然后再看看她的书 她的理论 真的是有那种理论基础 但是没有那么多人了解 是因为她就是非主流嘛 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些观念 松筋膜啦 呼吸啦 这些然后她的那种牙齿的治疗 跟主流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我在这边就是要给你们信心 因为我当初也是忐忑不安去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这么商业化世俗化的时代 还有人愿意去走这条路 那么虽然走得比较辛苦 很多人会去质疑 那我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我愿意去分享 我也建议 就是还没有接触到林医师 这个理论的呢 可以看看她的视频 因为很多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 那不妨参考看看 给自己一个机会 那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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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